脚车里面就是制作香肠专用的肉 先将它们放进切片机切成大肉片 然后放进绞肉机 出来熬食火就是这样的肉末 将肉末倒进搅拌机 加入适量的水 搅拌成这样有些粘稠的样子 然后倒入调味料 一边搅拌一边增压 直到肉末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它曾经是肉 这个就是惯常的机器 将刚刚处理好的肉线倒进去 然后在这个管道车套上长衣 开启机器 一边跟我们常吃的热躲就暖身了 工人们将它们均匀地挂在这个铁杆子上 挂满之后将它们拿到旁边均匀地晾在架子上 这里是清洗车间 灌好的热躲常会被拿到这里对表面进行冲洗 洗干净的热躲还要被送进薰植时进行薰植 薰植好的热躲再进行一次冲洗 然后需要人工将它们分离成一根铁根的 分离好的热躲就可以进行包装了 包装好的热躲还要进行两次杀菌处理 最后套上外包装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售卖了 就没想到这里了 剥装的热躲 尤其是热躲 都没用来 这一只杀菌处理 那一只杀菌处理 就没用来 这一只杀菌处理 再来 看下来 就是